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健康廣場 我是陳賴聚,Nigel 今集我們再次請來專業營養師Sara 跟我們分享一些健康心得 Sara,在傳統上 我知道女士們很關注 如何到任何年紀都可以保持漂亮的樣子 以及健康的身體 但其實男士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也很想知道 怎樣可以抗到衰老呢 其實女性如果要抗衰老的話 一定從食物開始 如果我們從營養角度 飲食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不同的食物營養素 就可以幫我們延緩青春 抗衰老 改善營養吸收 從而由內到外都可以變得很漂亮 其中包括了哪些營養素 如果你說在營養角度 要吸收好的營養素 我會建議有幾個部分 我們需要吸收多一點 包括了鈣 一些礦物質的營養素 多種維他命 當然皮膚要漂亮漂亮的 當然是蛋白質很重要 還有一些不同的關節健康 又或者是一些皮膚健康 我們都需要很多不同的營養素 Sara 你剛剛提起的幾種營養素 首先你談談鈣質 我們先談談鈣質吧 鈣質對我們的重要性有多大 以及為何不重要呢 其實無論男性或女性 鈣是非常重要的 而鈣是一種重要的礦物元素 其實我們身體扮演著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由我們的牙齒、骨骼 以及身體的不同的肌肉 我們都需要蓋 去幫我們做一個傳送的 而不同的年齡層 都是需要蓋的 包括了其實我們小時候 可能小朋友的時間 去到成年人 去到… 即是老年 年齡大一點 我們都需要不同的鈣量的吸收 Sara 我們日常生活裏面 我們吃甚麼食物 就會吸收到比較豐富的鈣質 OK 其實我們最容易吸收到鈣的 就是一些乳製品的食物 例如牛奶、乳酪、芝士 這些乳製品 我們都比較容易吸收到鈣質 但是要留意一點 因為有些朋友 他可能先天有一些 叫做乳糖不耐症的情況 因為他不能消化到乳糖 可能會有一個敏感的現象 所以他未必能夠吃到一些乳製品 的時候可能他有機會 不能夠從中吸收到足夠的鈣質 的時候他就需要靠其他食物補充 那哪些食物又可以不會遇到這個問題 亦都可以吸收到鈣質 是的 譬如一些大豆製品 比較豐富的鈣的來源 包括了一些豆腐 或者我們喝豆漿 或者吃一些大豆製品 豆腐肝等等都有鈣質 除此之外 我們有些海產的食物 譬如紫菜 海帶 魚乾仔 都有很豐富的鈣質 但是因為有些朋友可能是吃素的 他未必能夠從一些動物的食物當中 吸取到鈣質 可能他吃一些植物的食物 其中是芝麻 芝麻其實它吻含豐富的鈣質 所以如果有時候 我們如果不靠吃乳製品的時間 我們都可以嘗試吃芝麻 但是你說如果我吃芝麻 我怎樣可以吃到豐富的鈣質 很難一斤斤斷 是的 因為每一粒都很小 我要吃多少才能吸收到1000毫克 其實都是一個問題 我會建議有些朋友 如果他喝到奶的話 他可以將一斤或兩斤的芝麻 每一天混合奶一起喝 如果有些朋友不喜歡喝奶 或者我喝不到鮮奶 他可以嘗試混合一些豆漿 一起去進食 他就可以吸收到豐富的鈣質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很簡單 能夠攝取鈣的方法 如果有些朋友 我真的沒什麼時間吃的 的確都是人很繁忙的 未必說這麼容易 可以買到一些不同的食物去吃 可能他真的要用一些營養補充品 去補充鈣的需求量 大家都知道 聽了Sarah說 鈣質對我們的身體很重要 但是如果吸收不夠鈣質 會對我們有什麼壞的影響呢 OK 其實鈣剛才也說過 它是幫助我們骨落 牙齒生長的關鍵的重要營養素 正常我們可以從食物中去攝取 但是當缺乏的時候 不同的年齡層 它都會有不同的負面影響 譬如說他有機會 如果在兒童期 他發展就會遲緩 或者會影響他骨骼的生長 或者當他在牙齒方面 他應該需要用鈣質 去幫他建立 鞏固牙齒 但是缺鈣的時候 可能他會引發了很多的病徵 跟牙齒有關的 其次是比較嚴重的 成年人來說 缺鈣可能他會有機會 引致到骨質疏鬆症 骨質疏鬆症幾乎來說 其實在發病的時間之前 都沒有一個很明顯的症狀 但是一旦他有骨質疏鬆症的時間 他遇到問題 譬如說他可能跌一跌 或者撞一撞 他會比較容易有骨質的風險 所以我們成年人 每天都必須要 攝取到足夠的鈣量 去補回我們身體的骨骼 其次 除了說骨骼之外 因為鈣都可以幫我們 會改善我們肌肉收縮的問題 有些什麼人可能會比較缺鈣 因為缺鈣導致一些危機 這裏可能要剪一剪 譬如可能他會有驚痛 其實有些女性 成年女性如果很容易有驚痛 可能有機會是缺鈣 或者你是比較容易抽筋 亦都代表身體是缺鈣 就是缺鈣 就會容易引發到肌肉收縮的情況 即是說如果有這些問題出現 即是一個鬧鐘告訴自己 就是缺鈣 所以就要吸收更多的鈣質 至於如果是骨骼疏鬆 就比較得人害怕一點 就是完全沒有一種跡象會發生 沒有那麼容易去留意到 是的 但如果病發了 那又有什麼補救的方法 如果是知道自己有骨骼疏鬆症的時間 嚴重的當然去求醫 但求醫的同時 我都會建議要補回 每一天真的要攝取足夠的概量 至少在飲食當中 要注意在哪些地方攝取 包括我剛才所說 在不同的食物當中攝取 是的 多謝Sara今天和我們分享 我們下集再繼續好不好 謝謝